另外,花莲县议员吴建志根据国发会地方创生政策 咨询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以及农业处 对于原乡地方创生五年计划与农业特色农村成功案例提出了书面的咨询 花莲县议员吴建志根据国发基金地方创生政策 咨询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以及农业处对于原乡地方创生五年计划 以及农业特色农村成功的案例提出书面的咨询 发展这个多元的特色的部分 那例如说我们一箱一特色的之前所推的一箱一特色之外 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教育融入 比如说这个新城乡他们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渔会 来做一个海洋资源的一个生态保育 甚至于要跟这个教学室的能够做融入 那甚至于在于吉安乡的部分可以跟吉安乡农会来做配合 那希望能够把当地的这个农产品从生产到这个出售 到一条龙让给这个学生都有这样子的相关的学习经验 并且对于花莲陷阱局在花莲市区安装 自动拍照所开出的罚单金额以及教育处提拨 预算鼓励本县国中小学能够与国外学校建教合作 国际交流经验 希望以上的书面咨询相关单位能够提供更明确的书面回复 近年来台湾的教育领域已经开始产生了许多的改变 从小学国中到高中到大学民间与官方的单位会常常的出现 那在不同的教育创新的诉求 强调学生为主体课堂互动的翻转式教育 以及运用当代科技工具辅助上课的智慧教育 或者尝试跳脱主流教育体制的课纲的教育创新之外 在文化的层面有许多原住民的朋友的一些传递 然后能够为传统一贯式的国民教育 缩限了他们的民族文化的实验教育的三法 为国内实验教育发展建立初步的一个法规框架 并在2017年年底再次翻修 据统计全台目前有超过200所的实验教育小学或机构 记者凌杰花电视采访报道